拉下彩带粉红爱心气球缓缓升空 2020士林官邸玉京相展 选在2月14号西洋情人节当天开幕 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出席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 摆脱武汉肺炎疫情的阴霾 春天是开发的季节 在这美丽的季节也适合大家一起 全家大小一起来这个士林官邸 感受春天的热闹 今天的开幕是 刚好是西方的情人节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不管是亲情有情爱情 都可以相遇在士林官邸的玉京香展 为了营造缤纷梦幻的玉京香花海 用超过10万盆日本及荷兰玉京香打造 色彩缤纷的花海 搭配情人节专属建筑造景 无论是在踏青区或中西市庭园 都能让旅客一步一经验 自拍打卡不停歇 看官的民众也不要太紧张 最多就是戴口罩 如果你才是国防线就戴口罩 清洗手大概是 反而是换前洗手比较重要 其实你现在戴口罩 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武汉会 是流感 戴口罩也可以减少流感 所以如果戴口罩 清洗手还是可以安心的来 来看这个发展 除了静态花会展览外 每逢历假日还会举办艺文活动 像是吉他抒琴演唱 Soxone 弗朗名歌及其他舞团表演 要让大家在春游赏花之余 还能享受视觉与听觉上的饗宴 在百花真言中抚慰大家的心灵 记者邮箱厅采访报道